今天是第五天的早上 來這邊做個遊玩總結吧 上一支影片是好幾個月前玩路版的 就玩三個鐘頭而已 這支影片的話就是針對一些 比較特定的地方做個重點說明 大部分的內容 就不再多多介紹了 我們先看一下右下方 它跳只有一段跳而已 然後還有做起 還有新一本的攻擊還有閃避劍 要做角色推薦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招木池 左上方這邊 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絕品的出率 每招木100次必定獲得 絕品俠客 我在網上的留言區大概有找到 後面幾乎都是保底池 所以做角色推薦嘛 其實如果你是無課 或是微課玩家的話 一開始的話也是只有這四位角色 可以讓你去做選擇 這裡面有到排名的就是 猴青就是第一位的角色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絕品角色都是優先練的 那你有抽到誰就可以上了 第一天好像會有必中詞 所以應該是四選一 你就看要抽哪一位 左下方你可以看得到 袁天鋼 這好像是今天才出現的 也就是第五天 會出現現實招木 袁天鋼 這隻角色是踢領角 角色排名 踢領角 有三位 袁天鋼 再來 施夢 尤川 這三位都是踢領角 猴青的話 你可以把它歸類為 T0.5 第一天的時候會有絕品的俠客 那 就像前面我所講的 就是四選一的情況下 基本上你有抽到哪一位 不然就是以猴青為主 但是我個人來看 只要是絕品角色 其實都是可以練的 主要就是看你怎麼在場上 進行發揮 像我一開始第一天是抽到這位角色 然後之後 第四天才抽到這一位 也就是說 你可以第一天抽到一位絕品角色的以後 保留起來 接下來就來抽袁天鋼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至於其他的角色 像卓越啊 或者是 極品品質的話 如果真的要練的話 各屬性至少要練一隻 至少要練一隻 像 他是陰屬性 還有 陽屬性 還有 魂 這種魂元屬性的 總共有三種屬性的話 在於大部分的玩法關卡 都是要各自分開上陣的 我們來先看一下魂元屬性的話 像 極品角色 紀魯雪 還有 這兩位都是很不錯用的 兩屬性的話 就是 李星雲 還有 張子凡 張子凡這位角色其實是 送的啦 你也是可以拿來用 其實他操作起來 手感還算是不錯 那 李星雲的部分啊 他操作起來 節奏是比較偏慢的 所以你快跟慢的屬性兩種 角色都把他派上去的時候 你操作會有一點不適應 如果本身是偏向手殘檔的話 要不就是 手收的部分 拿人 侯清雷以後 李星雲就先丟商庫吧 因為這兩個俠客之間的 戰鬥攻擊速度的節奏 是一致的 在你切換角色的時候 很容易就能上手了 陰屬性的部分啊 就是 黑白武場這兩位啦 那白武場的話 就是手儲送的 黑武場的話 雖然他的品階比較低啦 但是 在商鋪部分 他都有固定的取得管道 所以這兩位角色也算是可以的 而且攻擊速度還算是不錯的 當你抽到角色了以後啊 這裡有密文 一天四次啊 這個四次就很重要了 因為它可以讓你 直接獲取到角色的碎片 就像這樣子啊 透過這種掃斷方式啊 如果你要集中養成角色的話 以無客或者是平民玩家來講 其實 一天給 四次的碎片 是有點少啦 但是不無小譜啊 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成長部分 右上方體力值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贏定的購買 隨著你買的次數越多 它會越來越貴喔 以無客的玩家來講 會買到有點心痛 當然 這個也是攸關你的成長等級 先看一下江湖密場 這個地方 有四個副本可以打嘛 就是刷材料的 那最主要就是刷單房 突破武學專用的 所以這邊是 耗體 最多的地方 再來就是密室 這邊是刷 就是裝備突破的材料 這兩個是最長的啦 其他的像 像武庫啊 還是像 這個地方啊 這其實 這個就還好 因為 出席給的獎勵 還有一些任務 獎勵的物品啊 這兩個給的很多 所以重點就是第二個 單房 第四個 密室 這兩個就是耗體的重點 其他的嘛 其實就是每日必做的活動啦 你就把它當作每日必做 那這邊做起來 跟一般的NORPG比起來嘛 是比較輕鬆一點啦 沒有那麼超 再來就來總結一下重點吧 就是一開始你進來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先耗體嘛 對不對 就是刷材料那些 再來就是 到 天山見證 這個地方 這裡有掛機收益喔 這是重點 這是 心法 的材料 我們再來看心法 心法部分 在右上方點開來 就在這裡了嘛 點了心法了以後 這邊的成長是相當簡單的 反正你點進來 不管你有沒有點對 你也不用去挑了 你就直接一直按就好了 你也不用去挑說 你要練什麼屬性的 反正它是用導引的方式的 有看到嗎 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是特地留下給各位看的 然後你會看到 左上方那邊 它就是一直在跳 還有 氣金心法 天鋼絕 幻音絕 烏柳心絕 它是將輪著跳的 活動盡可能的打好打滿 這才是重點了 我們先看一下 天鋼試煉 這邊有排名獎勵 這個就很重要了 那左下方的獎勵 每一次在玩的時候 記得下面的獎勵都要去點的 然後還有排名獎勵 排名打得越前面 你可以拿越多這個 這可以兌換 金色餅子的材料 然後 四地法動 這個地方 左下方任務 也是一樣 這邊都要記得按一下 因為它不明顯 所以很容易就掠過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你可以拿到這個 這也是很重要 可以兌換 金色品質的材料 然後江湖異式 這個啊 能做多少 算多少 有一些是可以直接 透過異式任務這邊 然後去導引前進的 如果你遇到是 無法導引前進的話 你記起來 它這個角色的名字 然後回到主頁 那在左上方 地圖 這邊有每個人的頭像 你就來看一下 如果有鎖定了以後 你可以自己導引過去 或者是右方的詳請 點開 你就對一下名字 那你就可以直接過去了 點了以後 它就自己 自動巡路前往了 這樣子可以節省不少時間 那異式任務 它會給你很多獎勵 所以人做就盡量做吧 角色的成長頁面 就示範給各位看吧 它有分為 武學 還有 裝備 那我們先可以看一下就是培養 先把等級拉起來 因為好像是無法回退的 我是沒有看到 角色重置的功能 假設我要升一名角色好了 那我現在就大概示範一下 先升角色 那武學的部分 也就是耗底的地方嘛 玩法部分會看到 開始點 那你點這些啊 就是一直疊戰力了 點完不夠 就是要繼續去刷了 去單房這邊刷 那單房就是有三種屬性 這邊要注意一下 然後可以刷到 你所需要的材料 再來 武學結束了以後 看裝備 裝備這邊 左下方有一鍵操作 就是一鍵裝備起來啦 然後 有一些裝備 它是有對應屬性 下面的飾品 還有對應頭像喔 好感度 我們先用好感度 椅子三等了以後 就可以拿到一些獎勵品 你會看到這邊有 以靈曲以靈曲吧 獎勵品 然後這是飾品部分 也就是說你提升了好感度 你就可以拿到 該位角色飾品 左下方 一鍵穿裝 你看 這個飾品都像是改變了 變成這位角色的了 好這是最初級的服裝啦 因為你的最終目標就是 把你要養的角色 都變成金色的套裝了 要不然 其次就是紫色的套裝 回到首頁部分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重點地方就是 商鋪 商鋪這裡啊 就是可以去進行兌換與購買 就是可以買一些 比較特定的東西啦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像 像這種限購一個的啊 這個可以優先買喔 我買一個給各位看 就可以掉這個 主要就是可以拿來 進行兌換的啊 那我們再往下來看 裝備商鋪 你會看得到 右上方 我目前紫色的這些碎片 可以換到的這些東西喔 有隨機的啊 有自選的飾品啊 自選的防具這些啊 那像 前面所提到的 天鋼試煉就是 還有那種 四地法動嘛 都是可以拿來換這種的 你看有 防具 新色的 對換 還有 武器 那中小葵的碎片嘛 就擺到後面吧 你優先就是 先湊一下武器跟裝備啊 所以像天鋼試煉或者是四地法動 就是優先就是把進度 打到 越後面越好 排名打到越高越好 其他地方嘛 大概就是零獎勵啦 生活技能部分就不再多多介紹啦 那個算很簡單的 然後 匯卷 匯卷的部分啊就是 透過你讓角色成長 右上方 你會看到有獎勵點開 這邊會增加全屬性喔 所以戰力疊加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這個地方記得要去點喔 重點大致上就是這一些喔 那其實這款遊戲好像是不錯玩的 一點都不免洗喔 缺點大概就是 有一些獎勵那些 的項目選擇上啊 有點過小 你可能比較不容易察覺 那其他的玩法部分 個人覺得還算是不錯的 比一般的 作業模式很重的 NORPG來講 這款還算是值得一玩喔 如果你本身 是喜歡這種 畫江湖不良人 的粉絲的話 這款幾乎是必玩的嘛 雖然畫面不到上層 但至少我覺得可玩性還是挺高的 那麼本支影片就到這裡 最後就給各位看一下戰鬥 大家掰掰 是有些功夫啊 不過還差了點 在大天尾風 高手的眼中 孤龍天衛和小星衛 也無二聚 有些功夫 可惜 可惜 你比我還差點 在大方的哭 天弱晶活 不可能 抓到 不可能 吃餐 我怕 什麼 都開玩笑 天若惊鸿 宛若 游龙 你的破绽太多了 承让 只能吹个弦给你听 不用这么害怕 黄泉锁命 人家都等不及了 看上去再无害 也是无常 懂了吗